樱花万树龙香雾,好称和像蓬莱度,当华盛顿特区正值樱花盛开之时,一场别开生命的音乐会响彻美国之都的上空。 3月22日晚,坐落在波多马克河畔的肯尼迪艺术中心,迎来了几位来自中国的青年音乐家,为大家献上一场中西结合,过去特色的古典音乐会。 由华人音乐天才沈田义,携手荣兴舟,黄万新仪,李颖,几位来自耶鲁音乐学院的优秀青年艺术家, 以及大华府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贝贝,组成的演出团队拥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情感,融合耶鲁全球视野的灵感。 岳容阴海,秉持古典音乐之灵魂,致力于向全球分享这一音乐之美,传承其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本次音乐会汇集了中西方古典音乐流派的精华,对于这场音乐会的选举, 曾以全球专业第一考入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本科,以及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单黄馆艺术家沈田义这么说。 我们其实这一次安排曲目,主要就是为了能带给观众更多多元化的元素吧, 能让观众的这个视听体验得到更加丰富的这个感觉吧, 然后曲目上呢,我们是作为在国外的这个亚洲人,中国人啊, 我们肯定是更希望把一些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艺术上的东西带给一些没有听过,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观众, 那我们这个曲目,这一套曲目里有很多,有中国元素的,有黑管的,然后有钢琴的读奏曲啊, 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声乐也有一个咱们这个艺术歌曲吧,啊,中国元素的艺术歌曲, 那我们就希望这些东西能让我们华人的这些观众更有些亲切感, 然后也让没有听过的这些观众有一些新奇的体验。 优秀的艺术家们将渊远流长的经典作品演绎得淋漓尽致, 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音乐才华和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作为新生代音乐家,对于古典乐的热爱与执着,切实地赢得全场观众的满堂喝彩。 钢琴演奏家李颖面对这份坚持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对于我来说,古典音乐其实是一种可以倾诉我们情感的一种方式, 同时古典音乐也是我认为现在有着一种传承的精神, 也是现在我们需要的。 就是对我来说传承就是也是我们中国民族的美德。 在古典音乐当中也可以找到这种传承的精神, 是因为从小我是因为古典音乐被启发, 是因为它可以成为我倾诉情感的一种窗口。 那其次在这之后呢,我就接受到了我的师长们、师友、前辈们的指点, 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发展。 那我又想进古典音乐的这个道路, 是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是可以就是被感染、被熏陶, 并且被就是可以说被激发的一种灵感。 然后我想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在今晚的肯尼迪音乐会上, 汇集了中西方古典音乐流派的精华, 既有法国作曲家雷多尔的名作, 也有中国作曲家张朝的律动, 甚至还有吉普赛文化, 亚美尼亚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曲风呈现。 正如台上的几位青年才俊一样, 拥有中美甚至第三国的教育背景, 谈起每个国家对于音乐教育的不同方式与侧重, 小提琴演奏家荣兴周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这么说的话,毕竟我是国内长大的, 那里是我的家乡, 身边的人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 然后我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熟悉, 或者是说轻松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 我顺利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副小之后, 我也很感激遇到了我的老师们, 赵薇教授,还有后来的张提教授。 对于一个学习音乐人来说呢, 中央音乐学习是音乐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也很感激中央音乐学院能够为我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 到了美国之后, 我想更多的不是说教育体系的比较, 而是根据我自身的经历有些不同, 毕竟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我需要克服非常多自己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困难。 对于我自己来说改变是非常大的, 同时耶鲁大学也是一个对个人创造能力非常看重的学校, 所以我在耶鲁我能很深地发掘自己能够做什么。 本场音乐会现场吸引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赏, 在北美的华人家庭中, 让子女学习一种乐器是很多家长的选择。 那么今天, 中提琴演奏家黄万欣怡给这些正在学习的冉冉升起的新星们, 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首先我不得不说, 对于我们今天在场演出的所有音乐从业者, 我们对此都表示非常的开心, 当然这样子的开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些小朋友的痛苦之上,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让欣慰有人有新生代还在学习古典音乐这样子的一个乐器, 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 我们相信不断有人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热爱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从而像我们一样继续加入古典音乐的这个行业, 所以我首先表示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其次我会觉得是说对于小朋友来说呢, 我可能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说,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被逼迫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从小长大大的过程中, 很多命运其实都是从这样的小小的逼迫而来的, 未尝不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当我们开始之后或许我们才会找到我们热爱的这个道路, 所以我觉得短暂的开始是一件好事。 那么对于我觉得家长来说呢, 我觉得学习乐器首先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平衡左右脑, 包括很多很多好的艺术, 但更多的是我觉得需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习到的是如何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学习我觉得是一种能力, 首先你在学习一个乐器的时候, 更多的是要学习怎么样去运用我自己的, 去聆听我自己的声音, 怎么样用音乐跟别人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个小建议就是说, 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 经常我觉得练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练琴不在于多, 特别是刚开始学琴的时候, 但是在于精, 也就是说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耳朵, 一定要知道我们练习的是正确的东西, 哪怕是十分钟, 我觉得也好过于一个小时我们随便去糊弄, 但是这十分钟一定要是正确, 并且是跟随我们老师所希望你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的建议。 现场除了四位青年音乐家外, 还有一位来自大华府当地, 从多次登台为大家亲情演唱的女高音歌唱家管贝贝, 她的出场一度让全场气氛沸腾, 谈起本次与这几位青年音乐家的合作, 她也感触颇多。 首先我是跟李莹有一次合作, 是线上马依拉变奏曲, 她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钢琴家, 跟她合作是,就是给音乐有不一样的碰撞。 那另外一个作品呢是德国作品, 我是跟田一丹环广演奏家田一, 还有李莹一起的一个三重奏, 带来的是德国故乡之歌。 那这样一首歌呢, 真的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合作的话, 就是也是为表达我们彼此之间对故乡的一个思念, 虽然它是德文, 但是音乐, 用这个音乐的方式来向观众呈现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其他几位音乐家也真的非常的出色,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也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此高质量的演出, 如此高规格的演出场所, 我们不得不感谢本次音乐会主办方 美中工商联合会的辛苦付出。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文化活动和文化交流项目, 推动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 很显然, 今夜的华盛顿特区实现了这种美妙的人质。 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呢, 名叫Music Across Borders, 顾名思义呢, 就是音乐不分国界。 在华盛顿肯尼迪音乐中心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厅, 举办这样的一个就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古典音乐会, 非常的有意义。 那这次音乐会的举办, 原于我们对美中文化交流的期待和努力, 我们深知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尤其是通过艺术和音乐这样的形式。 我们也很高兴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 跟大家一同欣赏这场古典音乐盛宴。 通过这个音乐会, 我们最想达到的目的呢, 是为美中两国的音乐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让他们可以借助音乐这种共同的语言, 传递友谊, 和平与美好。 同时也给我们的优秀的华人艺术家, 一个国际舞台展示的机会, 让华盛顿的观众们认识我们的艺术家, 欣赏我们的音乐, 让观众们感受到跨越国界的音乐的魅力。 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转瞬即逝, 许多现场观众可以说是意犹未尽, 让我们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类似活动登陆华府, 给生活在这里的美中民众们, 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熏陶。 iTalk BB记者在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您发来报道。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